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在图形中画一个注释的一个符号 为什么我们需要画注释的符号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图形上着重的强调某一个地方给大家一个信息提示 比如说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可以给大家提示说 在这个曲线这个中间这个是曲线的底部 这个是它的底部画一个箭头 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进行一些提示 这个就是一个注释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画这样一个注释 我们照猫画虎 首先呢是要生成一个二次曲线 先是x, y, d, x x曲线 我们先运行一下 好,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曲线 然后现在我们想要画这个注释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函数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函数 alotate alotate 这个函数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注释的文字 this is the this is the button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xy等于这个xy呢 这个xy呢就是这个注释的起始点 就比如说像在这个里面 这个注释大家可以看到 它并不是某一个点 而是它有两根点连接起来的 它是由这它的箭头和它箭的尾部 这两个点连接起来的 那么这个xy呢就是它这个箭头的一个坐标 比如说这个箭头坐标 它的横坐标是0 然后它的纵坐标 我可以把它设为1 01 这个就是这个箭头 这个尖尖的一个坐标 然后第二个就是xytext xytext xytext就是说这扛字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写的这一行字的起始的一个坐标 起始的一个坐标 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上020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行字的第一个字母 它的所处的坐标就是020 可以看到这个t 它所处的这边是020 好 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任何显示的图形 它只是单纯的有一个注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定义 这个注视它是一个什么形状 那我们需要再加上一个参数 AerrorType AerrorProperies 好我们先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AerrorProperties这个里面参数比较复杂 有好几个 首先第一个呢 是它的FaceColor FaceColor意思就是说它是什么颜色的 我在这里把它写成红 这个箭头占的一个比例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尝试一下 是几个参数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先写1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箭头整个 整个形状都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符号 是因为它这个1 也就是说它这个箭头占了它整个长短的百分之百的比例 所以说呢这里就全部都是显示的箭头 当然如果我把这个换成0.5的话 大家可以猜得到它的箭头会占到它长度的一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呢 就占到它整个长度的一半的一个效果 当然对于这个箭头呢 大家可以感觉到差不多是0.2到0.3的感觉 所以说我在这里把它写成0.2 写成0.2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头是0.2的一个效果 当然除了这个箭头本身的长短以外 还有它的宽度也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明显 这个箭头都要宽一点 而且宽度了它也有两种宽度 一种的是这个箭头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宽度 然后另一种的是这个箭头的这个头的一个宽度 这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分别试一下 首先是它箭头的宽度 headwise 箭头的宽度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10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需要有对比 这个是10 大家记好 这是10的宽度 我们再把它定义为30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就明显的变宽了很多 变宽了很多 这个就是一个30的一个效果 当然除了这个箭头的宽度以外 它的箭的身体的宽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在这里把它使用 直接使用wise 等于10 就是它箭身的长度 宽度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身 它的宽度就变宽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调整20 我们可以看到它箭身的宽度 变得更宽了 好 也就是通过这四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调整一个箭头的一个形状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颜色也试试一下 调整绿色 这个就是一个绿色的箭头 当然为了我们 我们再把xy也调整试一下 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想把它再调高一点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它的y轴调高一点 调成5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箭头呢就变高了 这个地方就是5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调高一点 调成50 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变到50的位置 变到50的位置 但是看这个好像又不太美观 所以说我们有我们可能还会想把这个自负串的往中间移一点 往中间移一点 那么就可以把它x稍微调小一点 比如我们把它调整复4 复4好像有点太多了 我们把它调整复2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负串就往中间移动了 通过这几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调节一个箭头的一个 它的一些形状啊 它的一些位置啊 等等等等 好 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画一根蓝色的蓝色的箭头 然后呢 它的宽度呢 要画的细一点 画的细一点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